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方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概念 叫沙盒 英文叫sand bug 也可以被翻译成沙香 那么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计算机术语 在计算机安全领域 它是一种安全机制 它可以为运行中的程序提供隔离的措施 那么对我们这些普通网民来说 它有什么用途呢 今天这些影片 我将在这个沙盒里面 运行一些带有各种捆绑软件的程序 给大家演示一下 你的windows电脑里面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广告 和小的软件 让你的电脑会越来越慢 好 我们到电脑上去看一下 好 我现在已经到我的 windows10的操作系统上面了 我们打开开始 点击上面有一个小齿轮的设置 在windows设置当中 打开应用标签 在右上角 点击相关程序当中的程序和功能 这个界面 我们通常是卸载我们程序所使用的 我们点击 左边有一个启用或关闭windows功能 点击 好 在这里下面 我们看到有一个 windows杀盒 那这里通常有一些程序 windows是没有默认打开的 我们需要手动在这里打开 我们勾选杀盒确定 这个时候它在帮我们安装一些 杀盒相关的程序 我们需要重启这台电脑才能使用 好 我们点击重启 好 我们已经重启好了 我们搜索sand 就有这个应用了 或者是在W开头的windows里面 里面有一个sandbox 我们把它点击也是可以的 好 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杀箱了 这个杀箱就是一个模拟场地 就是一个虚拟机 它可以在这里面做任何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想要在这些 或者在这些下载站里面 不小心下载了这个软件 如果我们装了这个小红伞 我们都会被拦截掉的 还有我的谷歌浏览器 它也会将这些带毒的软件 做一个第一步的拦截 但是如果你没有装这些杀毒软件 但是你又很想用这种下载好的 这个软件怎么办呢 可能是一次性的解决一个突发性的需求 那么我们将它下载好了之后 就这个软件啊 我们将它拖 这个杀盒里面它是不能够拖进去的 我们必须得用复制粘贴 或者Ctrl C,Ctrl V的形式 将它复制到这个程序里面来 今天这个影片给大家介绍一下 杀盒怎么样使用 另外一个能看一看 这种捆绑的软件是多么的恶劣啊 我们看一下 首先通常我们按一键安装 这个时候强烈建议我去安装这些啊 它就安装完成了 安装完成什么情况 我们等待一下 看到吗 我硬盘变小了 而且这边出来了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就是捆绑的软件 它下载的差不多有一季的内容啊 就在刚才等待的时候 帮我们下载了一季的内容 并且自动安装了这些浏览器啊 解压文件啊 音乐播放器啊 这个其实我并不是我想要安装的东西 那么我要装的东西在哪呢 还有快压头条 不断的还在弹出东西 你看你的电脑上 这些弹窗是怎么来的 就是安装了这些软件来的 还好我们现在是在沙盒里面去做这个测试啊 看完了吗 它还在做吗 它还做还在做什么坏事吗 我都不知道 但是我要装的软件呢 没有它并没有帮我装好我想要的软 而是装了一些我并不想要的一些打包的软件啊 通常如果没反应的话 我们会再次打开 安装哎 它又安装了一些第二批的软件安装完成 这个时候终于出现了一个我们想要的这个editor plus 它还是个解压包 好又出来了一堆看到吗 你说它是一个病毒软件吗 它并没有破坏你的电脑 只是说它帮你安装了一些你不想要的 每次点击这个就会安装一批新的不想要的一些软件 那它简直是一个流氓软件吧 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把它关闭 一旦关闭它会弹出一个窗口 是否确定要关闭windows沙盒 关闭windows沙盒之后呢 所有的内容将会被放弃并永久丢失 也就是说它不会对你的系统造成任何的危险 好我们确定 好了今天这期影片呢 主要是给大家介绍了沙盒这个概念 你怎么打开windows自带当中的沙盒功能 通过这期影片告诉大家 你的windows电脑为什么会越来越慢 千万不要到这种不知名的下载站 去下载第三方的软件 如果大家确实要下载呢 你可以到官方网站去 那不管其他任何的原因呢 如果你确实得到了这样一款软件 我们可以打开windows沙盒的功能 到沙盒里面去安装测试一下 确定没有问题 再到我们的主系统去安装 好了希望今天这分享呢 对你有所帮助 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对我频道感兴趣的话呢 欢迎订阅点赞 有任何的问题呢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我是大方我们下期再见